得了甲抗,除了海带,还有什么食物不能吃? 甲抗甲状腺功能抗禁症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甲抗的主要原因就是甲状腺过度活跃 分泌过多的甲状腺激素 耳点是刺激甲状腺分泌激素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对于甲抗患者来说,摄入过多的点会加重病情 所以医生通常会建议甲抗患者限制高点食物的摄入 点含量高的食物主要来源于海产品 如除了大家熟知的海带 甲抗患者在饮食上还有哪些禁忌呢? 广东省中医院方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振杰 带大家分别从中西医的角度来看看 从西医角度看,以下食物要少吃 1.高点食物,含点丰富的食物 如海带,紫菜,海鱼,海虾等海产品,以及加点盐 因为点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原料 摄入过多会加重甲抗病情 2.咖啡因 咖啡,浓茶和能量饮料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 可能导致心跳加速和焦虑,影响睡眠,需适量控制 特别是在甲状腺功能尚未控制的时期 3.导致甲状腺肿大的食物 乳卷心菜、花椰菜、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 这些食物中含有硫情酸炎 可能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导致甲状腺肿大 但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且个体差异较大 并非所有甲抗患者都会因此受影响 中医认为,甲抗与肝火旺盛和皮肾虚有关 因此,甲抗患者应避免以下食物 1.辛辣刺激食物 如辣椒、葱、蒜等 这些食物容易助火生热 加重病情 2.油腻食物 如炸鸡、油条等 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影响脾胃功能,导致消化不良 3.酒类、酒精会刺激肝脏增加肝火 影响身体的平衡 建议多吃一些清淡、养阴的食物 比如绿叶蔬菜、豆腐和水果帮助调理身体 另外,在中医生的指导下 可考虑进食药食同源的中药 如百合、菊花、太子参、山药等 养阴清热健脾 这种爆发性糖尿病起病迅速、病情危重 如处理不及时有生命危险 全身皮肤骨铜色 不是晒黑这么简单 反复高热查不出原因 中医药辩证论治解决难题 广东省中医院方村医院内分泌科致力于中西医结合 采用中医药辩证和中药烫运、熏洗、针刺、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 对以下疾病取得良好效果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改善患者四肢未烧麻痹、疼痛、灼热等感觉异常 对长期血糖控制不佳患者及早期糖尿病 配合中医治疗 保护胰岛功能 强化控制血糖 糖尿病未肠病变 中医药治疗改善患者长期便秘、负胀 对反复发作千颜难遇的痛风性关节炎 采用中药内服和梅花针治疗 减轻症状减少发作频率糖尿病足 采用中西医外治保守治疗减少节肢风险 糖尿病骨病、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临床见腰背及双下肢疼痛乏力等 其他诊治疾病、甲状腺疾病包括甲抗 甲状腺炎、甲抗新甲状腺功能 减退症、肥胖病、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 特发性水肿、高密乳素血症等 得了甲抗后 一方面要通过药物治疗减少甲状腺激素的生产 另一方面 饮食、生活方面也要多加注意 以免加重病情 首先 饮食要控点及避免食用含点量较高的食物 主要是一些海产品 如海带、紫菜、淡菜、海参等 加点食盐 可选购不加点的食盐 某些中药如下枯草、猫爪草 甲状腺激素会促进蛋白质、脂肪、糖和维生素等物质的代谢 患者处于高代谢状态 应多吃高能量 高蛋白含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食 一要保证主食 并注意多样化、粗细搭配 二要增加肉类、蛋类和奶类等高蛋白食物的摄入 三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果仁 补充多种维生素 四要适当补充钙、磷等矿物质 预防骨质疏松 尤其是症状长期得不到控制的患者及老年患者 另外患者应少食多餐 不抱饮暴食 多喝水 每天2500毫升左右 既辛辣油腻食物 烟和酒 以及咖啡 浓茶等兴奋性饮料 当腹泻时 控制高纤维食物 生活中 患者要适当休息 避免激动 注意合理的运动 甲抗患者经过治疗缓解后 可以进行适量的运动 但不宜太过激烈 可以选择太极拳 散步 瑜伽等运动方式 注意 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 时间不宜过长 中间要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以避免过度疲劳 当感到心慌明显时 应马上停止活动 千万别逞强 而如果是在甲抗急性发作期 特别是伴有甲抗疾病 白细胞数下降时 那就不适合锻炼了 这时锻炼只会加重症状 甚至诱发感染 甲抗患者需掌握的饮食要点 补充维生素 甲抗患者极容易引起 维生素及矿物质的缺乏 加之甲抗本身 以及甲抗治疗中 抗甲状腺药药物的应用 引起白细胞减少 也需要增加维生素与矿物质 所以甲抗患者应多时 富含维生素A B、非、D、E级矿物质的食物 可多吃蔬菜水果 增加热量 补充蛋白质 患上甲抗的病人 通常伴有消瘦、肌肉萎缩等症状 需要额外补充蛋白质 帮助身体机能产热和散热 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有纯牛奶可食用猪瘦肉 肌肉、鸭肉、鹅肉、淡水鱼等 甲抗治疗方法推荐 甲抗的治疗 药物治疗周期长 副作用大 亦反复 点131治疗不易掌控 有局限性 剂量不足引起甲抗复发 剂量过大 容易造成永久性的甲减 手术切除治疗 可重复操作性差 创伤大 提醒国内半数以上的甲抗患者 不幸遭遇制成甲减的困境 尤其是点131治疗过程中 70%以上的甲抗患者会转变为甲减 部分情况严重的患者 甚至转变为终身甲减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预见甲抗怎么办呢 今年5月 中国原发性甲状腺功能抗禁症热消融治疗专家 共识及操作规范2022年版 以下简称专家共识及操作规范于中华内科杂志正式发布 这份专家共识及操作规范的出炉 相当于为热消融治疗甲抗提供了教科书级别的参考文献 也是一部行业技术标准 对开展和你开展甲状腺微创消融治疗甲抗的专科医生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为那些无法耐受传统手术或畏惧传统手术切除 拒绝放射点和抗甲抗药物治疗的患者 以及担忧治疗后影响生活质量的甲抗患者 打开了另一扇微创治疗甲抗的大门 什么是甲抗的微波消融治疗 甲状腺的热消融是在超声引导下将一根消融针 缝衣针大小精疲精准穿刺到甲状腺内 启动仪器后热能传至针间 使针间发热让局部甲状腺组织坏死 达到治疗甲抗的目的 医生所有操作都是在腺体包膜内完成 因此热消融对包膜外的血管 神经的损伤远比传统开放手术低 安全性更高 术后脖子皮肤上所留有的小针孔很快消失 其精确的点对点治疗 不仅安全性高 疗效好 且几乎不存在术后并发症问题 窗口微小无疤痕 将患者痛苦降到最低 因素 准备